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胖 最新的大版本更新已经上线 我们来看一下忍者以及秘卷的平行调整 首先来看忍者雷妥 它主要是些CD以及范围上面的一些变动 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调整前后正常释放技能后CD的一些变动 就比如说你先放了两次阳弓 然后放了木盾以及火盾 原来对方倒地的情况下 二技能可能只有4秒钟的CD时间了 再来看调整后同样的一套打法 对面倒地以后二技能是变成了8秒 然后还有神威虚化期间 命中对方吸入到神威空间或者是你完美闪避触发以后 释放的火盾以及奥益也会有相用CD的增加 不过我觉得它这个CD计算还可以 它是在倒计时上增加 而不是像仙人斗那样直接重置 然后这个两斗奥益变成了消耗一斗 但伤害差不多降低了10万 还有一个比较影响强度的地方 就是它两种神威突进的速度 以及攻击范围都有一定的降低 你可以肉眼感觉到它这个突进距离短了不少 接着再来说一下死门凯 死门凯的双技能都增加了2秒的CD时间 原来一技能是12秒变成了14秒 二技能变成了10秒 滑动到普攻是12秒 还有就是它一技能攻击范围 以及追加普攻的那个突进距离也有一定的减少 原来一段天区加上一个普攻 记不成是全X轴 调整之后是达不到这个距离了 但是这个距离我觉得也是挺远的 还有就是奥益没办法吸附霸体了 对面顶个霸体在你奥益里可以直接走出去 然后到了第三个忍者 惠图亚太 这个调整之前都不确定 它这个到底是调整了什么地方 根据测试 它应该是优化了重叠以后的抓取效果 然后略微增加了一下身后判定 想要回到最初那个状态肯定是不可能的 当初那个身后判定确实有点离谱 其他人的话没有特别重点的 这个泳装照片里面改了一下机制 就技能后长按普攻就变成了原来那个特殊普攻 还有那个水珍珠距离增加了一些 最后再来说一下秘卷的改动 真攻破秘卷的距离明显缩短了 就没法像原来那样视野外直接起手 然后这个水连弹也是这样的 你明显感觉到短了一些 烟吹雪虽然增加了攻击范围 但是增加了技能的前咬 也就是说原来基本上是对面很难反应 现在的话对面基本上可以看到 你放秘卷以后再去顶 而这个沿路的话 从原来的直接一下落攻击 变成了可以往前翻滚一段距离 本来期待值很高的这个水冲波 变成一个水龙卷有无敌效果 但是看这个CD时间 原来是15秒CD 现在变成了30秒 而这个调整功率并没有提到 这个CD时间有变动 而这个掌控波的话 虽然取消了兽机释放的一个特性 但是它增加了攻击范围 可以看到它这个范围变得非常大 而且增加了一个弹墙的效果 最关键是释放的速度非常快 对面基本上没办法反应 而新的执法典上线的这个掌线术 振分秘卷也增加了一个特性 就是你满层以后 它就会持续恢复血量 而这个豪岩石虽然是增加了攻击范围 但是它效果优化了以后 速度变慢了 至于那个人体术伊犁秘卷 主要就是被动效果变成了 整局对战只生效一次 那我觉得放到保底位的话 还是可以用的 同样只剩一个忍者 但我手里有个伊犁秘卷 可以有一个被动效果 其他秘卷还有一些 表现效果上的重置 各位可以看一下 好了以上就是本次大半分更新的 一些重点内容分析 或许也可以通过实战来感受一下 调整后的死门凯 以及指南带土的强度表现 今天视频道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